车车, 六胸两路射水 特区政府呼吁在东京的香港人 离开又或者转到南部 国泰有加班机, 疏到旅客 现在10元, 10元, 一人问10元 有市民信传言, 抢救食言防辐射 周一岳说没有根据, 呼吁市民要有常职 各位欢迎收看新闻最前线, 爱宏春眉 我是庄安儀 日本核危机的抢救工作 今天到了其中一个关键时刻 3号反映堆机组 核廢料储存池可能已经干额 释出�úc射 当局了, 现在就把冷却废老池 列为首要的任务 他们试从己路来到设法化解的危机 自卫队在早前的时候 派直升机投擲水弹 但效果不是太大 特殊水泡车冒险在地面近距离 直接向废料池射水 至于电力公司加紧抢收电纜 希望尽快有电 冷却系统就可以运作回来 当局拯救三号机组的详程 又想到你上报道 陆上自卫队两架CH47运输直升机 早上9点多 开始向三号机组投扎水弹 三号机组星期一发生过爆炸 外场严重受损 里面的核废料池可能已经没了水 核废料外露在空气中 温度不断上升 情况比较危急 执勤的自卫队都穿着防复射装出 直升机底部也加装了原版 防止复射 每架直升机 每日最多只可以执行40分钟任务 早上投扎了四次就结束 但效果并不明显 三号机组百多米外的地方 在订水弹后测到的辐射水平 比之前只是略为下跌 没什么分别 专家解释 机组里面的核废料池有12米深 原本有1400吨冷却水 起码要有三分之一 即是大约500吨 才起到冷却作用 但直升机每次投扎的水弹 只有7.5吨 即是说就算空头的每一滴水都落了水池 不计中途蒸发 都要空头67次 只注入到500吨水 早上只是投扎了四次 加上防卫省说 由于辐射水平仍然很高 今天不会再出动直升机订水弹 改由地面向3号机组射水 警备厅和自卫队 出动10部特殊水炮车 在距离机组50米的地方 用12倍气压射水 直接向核废料池灌水 这些水炮车每架装到7吨水 但一分钟就会射光 要洗去第二度补充 电力公司就说 他们正在铺新电栏 希望尽快恢复电力 让冷却系统运作 舒缓核危机 有先电视机就在林玉常报道 美国之前指四号机组 核废料池也没有水 但日本自卫队观察过 情况并不是那么差 四号机组之前曾经起火 外场穿了两个八平方米的大洞 而作火的地方靠近核废料池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说 四号机组的核废料池已经没有水 不过日本派出自卫队的直升机观察过 核废料池还有水 核废料棚未有外露 至于另外这四个机组 国际原子能机构就确认 其中一号二号的反应堆的堆心 已经损毁了 日本当局现在就是用海水来降温 至于五号和六号的反应堆 冷却系统也失灵 当局灌水降温之后 情况暂时稳定下来 美国气象部门说爆炸所产生的辐射云 可能在星期六就会吹到加州 至于之前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就是反应堆本身的 不过现在最大的危机就转了来自核废料池 因为里面就是摆满了一些用过的燃料盘 带有大量的辐射 而保护方面也没有反应堆那么完善 长情由陈莫峰说 3号反应堆厂房里面 除了反应堆 还有一个核废料池 在厂房的第五层 用完的燃料棒叫做佛燃料棒 仍然带有大量辐射 佛燃料棒会由机械臂调去核废料池 载着佛燃料棒的水池 长生用钢加固的运营土建成 虽然磁心有12米 但是棒顶有2.43米的水 就足以隔绝辐射 发电厂通常会加多些水做缓冲 池水不断流动 连接冷却系统 保持池温在摄氏25度 冷却佛燃料棒 不过地震令到冷却系统失灵 佛燃料棒本身的热力 令到池水沸腾蒸发 水位不断下降 棒身外露于空气 反而反应堆有保护壳 和多重运营土层隔绝 所以即使反应堆勞心溶化 放出放射性物质 即时危险都没那么严重 有线电视记者陈玉讽不得 稍后8点和10点 国际最前线会更深入报道 核危机最新情况 请留意 马特区政府说 福岛核电事故非常严峻 必须还有一些福岛